歌手李文自殺三天各種傳聞爆炸式襲來 李文姐姐接受多家媒體採訪回應 凌晨一家廣媒爆料稱 李文真實死因事不停進食以致食物熱到氣管窒息而死 姐姐受訪表示希望外界不要過度傳測 等待遺體事件報告 姐姐此前否認李文各管自殺 因為是非自然死亡按照規定要做解剖 上午李文的兩個姐姐現身醫院去見法醫 逗留一個小時才離開 姐姐表示因為第一次處理後事感到手足無措 法醫表示解剖結果大約要兩週才能完成 對於李文氣管窒息而死的傳言 姐姐回應李文當天的確有好透過 李文的丈夫Rules在六天發布布告 聯名李文兩個姐姐以及兩個女兒 稱李文為最愛的妻子 從而說明異人仍屬於夫妻關係 李文姐姐有點生氣 在微博留言否認和美夫聯名 完全是南方煽作主張 她在7月7日接收台媒採訪 否認曾阻止Bools發布布告 稱自己沒打算發布布告 因為我不需要去領姐姐遺產 這不關我的事 這句話其實就是諷刺Bools試打遺產的主意 才會寫上姐姐及女兒的名字 姐姐直言已經和Bools沒有聯繫 內行南方作售賣廣告式去做發布布布告 認為南方試圖想操縱李文的後事 姐姐表示Bools的助理爭聯繫他 讓他看過布告 覺得沒有問題建議一起去做 但助理表示南方想今天六天發布告 沒有採用他的建議 對於李文的喪禮 姐姐表示會跟Bools討論 但不希望主動權在他身上 有鑽李文留下十億遺產 全部都交給母親 因為沒有簽字離婚 丈夫及繼女都有可能繼承 有講迴於七日上午公開李文部分遺產 名下六套千萬房產都和Bools無關 將自動轉與李文母親和姐姐 李文原名李美琳1975年出生在香港 父親為印尼華僑 勞家在哈爾濱 因此在性格上李文 更將是灑脫的北方大偶兒 李文的母親是武漢人 他是常緣黃種人 而非混血 李文的父母都畢業於北京大學 父親在北大學中醫 母親學外科 醫者難治醫 這句話在李文的身上 體現的淋漓進治 在母親分娩前 李文的父親突然去世 產後李文又是一個 患有先天性缺陷的嬰兒 身邊的親戚 都勸李文的母親 放棄這個女兒 但是這種血骨割肉的痛 是哪個母親願意承受的 為了丈夫的遺願 女兒的健康 李文的母親 在修完西醫課程後 又繼續修讀了中醫 眼淚 有你微笑和痛苦 心裡 有你說過的故事 夢裡 你再回家的路 上你的365天 在寶蓮燈裡 是對母親的思念 在現實中 更夾襲著對父親的憧憬 就這樣 李母帶著三個女兒 一路求學問道 從北京到武漢 再到香港 即使工作再辛苦 李母從不忘記 每天買一束鮮花 擺放在家女丈夫的寧前 李文九歲時 母親得到了一次愛派工作的機會 沒有人照顧三個女兒 她只好帶著女兒們出過闖蕩 就這樣 一家人移民到了美國 三凡市的華人區 北美人的家庭觀念不同 他們不會把所有幸福給予子女身上 在美國 尼依常有 單身不常有 有許多華僑朋友給李母介紹對象 其中也不乏一些家財萬貫的華相 但都被李母拒絕了 母親這種從一而中的殺偶貫 以及她對愛情對婚姻的理解 也一直影響著三個女兒 李文的學霸體質 在北美輕鬆得到了顯然 成績優異的她 被加利福尼亞大學湯文分校錄取 攻讀生物號 但這個天生愛美的女孩 並不局限於研究數字和公式 1991年 年僅16歲的李文在美國妙齡小姐選美大賽中 勇奪後冠 還曾在IBS選美中獲豐美團小姐 1993年 李文回國參加了無線電視新秀歌唱大賽 還在使用李美琳這歌名次 當年的選秀 張崇德 張崇基這對雙胞胎實力吸精 李文雖然拿到了亞軍 但是身材嬌小的她 完全輸給了第三名曾慶雲 曾慶雲是典型的美人杯子 175的超模身高 讓她更有辨識度 遺憾的是曾慶雲後來選錯了路 再拍了幾部限制給電影後 就忍退了 1998年 李文發行第六張華語專輯 既打地 而且這一年李文一改往日的造型 開始走性感路線 1999年 李文在美國推出英文專輯 Just No Other Way 成為第一個同時進入MTV Major Hitler's 綁和Top 100 Major Single Square Play榜的亞洲藝人 他成為了華人圈的驕傲 因為工作原因 再加上李文不想被貼上加入荷門的標籤 第一年李文對這段戀成閉口不談 圈內人加上媒體 即知道對方試過串寫黃老五 這一年李文28歲 諾玉文46歲 不久後李文再接受採訪時 大方承認兩人處於交往階段 他還表示媽媽對這位準女婿也是讚賞有加 不過李文並不像大部分偷美女孩一樣開放 他們約會從來都有朋友陪同 在相識9個月之後 諾玉文直接拿出必殺記 送上九克拉轉介求婚 李文便一口答應 但是求婚成功後的諾玉文 並沒有處急取了李文 這場戀愛拉扯 年僅半百的諾玉文已經完全拿捏了李文 大眾眼中的第一美團 早就成為了諾玉文戀戀不捨 卻又遲遲不娶的女人 李文嘴巴上也說結婚 不過只是一張紙不搶那張紙 但是在台灣省宣傳單曲時 李文橫視秋空兆兆試穿了婚紗 顯然他已經有了想嫁人的打算 李文看了多套婚紗後 最後雙中一款價值28萬 買白色的手工蕾絲婚紗 為了能在婚禮時繼續風光 李文還減肥一個月 成功重57公斤減到50公斤 從求婚到婚禮 李文一等就是7年 2011年在荔斯卡爾頓酒店 兩人舉行了一場濕華的婚禮 當時的外媒報道 這場婚禮估計號資高達2000萬美元 李文與諾玉文結婚後 一直對兩名繼女Rachel和Sara 事如幾出一家四口相處融合 在李文眼裡 她是一個101份的好妻子 但是在愛人眼中 她的卑微令人細思極紅 早在2008年未婚前 諾玉文的女兒所在的學校 舉行文藝會演 李文牽著男友女兒的手出現在學校 引起了全校的轟動 李文態度和諱 舉止優雅 讓兩個未來繼女贈足了面子 為丈夫斟茶送水可以理解 但是為了取悅樂玉文 李文甚至給樂玉文舉辦生日派對時 環繞走來她的前女友們 一起將羅自己丈夫的生日宴 在李文眼中 丈夫的前女友也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李文坦然生兒玉女是女性獨有的天色 為了滿足楊老公樂玉文當巴 她做了最少九次試管 2016年李文患上急性滋氣管炎 喪止險捨完全失聲 治療期間李文一年服用了半年的藥物 醫生多次告訴李文 半年內不能孕育保保 必須等藥物的副作用徹底消失才能避孕 但李文依舊冒險做了試管 2018年李文環分享說 她和她的丈夫正在努力生孩子 為了兩人的愛情結晶 李文努力了七年 等她取等了七年 等一個孩子又等了七年 李文還不止一次的 曬出了一家四口的合照 她眼中的幸福 在諾玉文與女兒的眼中一文不值 這場婚禮幸福與否 直到2020年才否出水面 李文閨密不忍心看到她被欺負 步諾玉文多次出軌 如今兩個繼女也偏淡巴巴 開始疏遠自己 李文代兩個繼女如親生女兒 觸攬打水一場空 這讓她更加傷心 也正是從這時起李文的抑鬱症遇加嚴重 看從下降到令人擔憂的42.3公斤 2022年李文被診斷出與線癌早期病變 歪了不讓80歲的母親擔心 她自己去了醫院 還讓姐姐瞞著母親 就在她手術期間 諾玉文還在與其他女人花天酒地 更加諷刺的是 此時的諾玉文兩個女兒 已經照照著銷了自己的社交帳號 也許這場婚姻危機 正在燃起一場沒有燒煙的危機 諾玉文的大女兒 雷切爾諾克維持 Rachel Roskowitz在倫敦環球品牌公司工作 2022年諾玉文還職巨資支持女兒創業 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還開發了一款APP 而女兒謝華屋側然收催眠療法 並在一家專注精神健康的慈善機構工作 但她卻從未關注過繼母李文的抑郭靖 也正是從去年開始 李文也刪掉了和繼女 以及諾玉文的幾張合照 其實在李文的婚姻中 姐姐也一直扮演者從要角色 結婚前李文一度想過與諾玉文分手 但二者勸她 李文已戀愛四年了 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 別輕易說分手 婚後李文考慮離婚時 而大姐又勸說李文珍惜這段婚姻 姐也是李文一步步被推入深淵的一大原因 當然 兩個姐姐也只是想挽救李文的婚姻 值得一提的事 在李文不肯離世後 姐姐李思琳接受媒體採訪 她表示妹妹死因不是過脈 死因樓氏發醫公布 她還透露年賣的母親 目前情況很差 不吃不遂令他們很擔心 有知情人爆料 李文的遺租 將所有財產留給了她的母親 知情人還爆料 其實李文本應在7月份 要與諾玉文扮你離婚的 但是雙方名下的共同財產 將會是難解的陳年舊像 這也是諾玉文遲遲沒有 與李文撕破臉的原因之一 對於李文來講 她其實並不缺少物質生活 早在1999年 李文剛出道第六年 成龍就曾透露 李文在貝忽利山莊 美國最豪華的富人區 買下了一套別墅 李文生前和諾玉文愛好 買房造投資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兩人豪宅超過5億 自辦了至少11套房產 此前錄製好聲音時 節目上李文佩戴的限量獵炮吊墜 市場價值超過2000萬 新上隨手可見的金手鏈 金戒指 皮手續 名牌手錶 一身行頭就價值近億元 也許在諾玉文眼中 貪門的財產 才是從中之從 就在李文去世後 諾玉文也註銷了自己的社交帳號 不用再去面對網友的演奏和謾罵 但是 看不見就能者摸心安嗎? 其實不只是李文 這是八九十年代 乃至現在 許多盲目的愛藉神秘男友的女孩 都在經歷的 比送偶式婚姻更可怕的生活 白法人送黑法人 我們祈禱另一個世界的李文 365天都能輕鬆並幸福 也希望李武能盡快走出悲傷 歐悲傷 對